狼、狐狸和猴子 狼指控狐狸偷窃 狐狸否认 诉讼提交到猴子面前进行审讯 猴子听过了双方的证词 做出了如下的判决 我不认为 他说 狼,你曾丢了东西 不过我仍然相信 你狐狸犯了偷窃之罪 不管你是不是承认 说谎的人即使诚实守信 还是得不到信任 好